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9月22日 星期日 欢迎你们来到最充实的时光 收听克雷斯 欧亚 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 信心可以被看见 我们的开篇经文是 信心就是所望知识的实底 是未见知识的确据 希伯来书11章第1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信心有一些深刻的内涵 需要被清楚地理解 信心可以被看见 然而不是用肉眼来看 它是在灵里看到的 希伯来书11章第1节 是神借着圣灵向人所做的解释 在灵里并没有这些话语 因为信心是属灵的 可以在灵里看见 例如 在马可福音第二章 当耶稣在一所房子里教导时 圣经说 那地方挤满了人 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有四个人 想要带着一个瘫痪的人挤进去 但因为人太多 他们无法挤到耶稣所在的地方 于是决定上房顶 挖开房顶 把瘫痪的人连着肉质 坠下来 放在耶稣的面前 圣经说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瘫痪病的说 儿子 你的罪赦了 马可福音二章第五节 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 如何看见的呢 在他们的行动中 保罗在路士德也有相似的经历 他遇到了一个从出生就瘸腿 从未行走过的人 圣经说 保罗定睛看他 看出他有信心 可得医治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使徒行传十四章九至十节 注意到 定经这个词 它实际上意味着看见 从保罗这个人听到 和领受神话语的方式中 看到了他的信心 在完整犹太圣经旨意上 其实在说 保罗注视着他 看见了他有信心 得医治 就大声说 你站起来 两脚站直 他就跳起来 开始行走了 使徒行传十四章九至十节 信心可以在你的言语 行为 甚至态度中被看见 信心不是被动或温顺的 你通过你的行为 证明你的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 圣经说 这样 若单有信心 没有行为 信心就是死的 雅各书二章第十七节 信心不是大脑或心智的回应 而是你的灵对神话语的回应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坚定地以你的话语 为我的信心的根基 不管周围的环境或报告如何 我透过信心的眼睛 看见超越自然的事情 洞察你的旨意和目的 在耶稣的名里祷告 阿门 我们所参考的经文是 罗马书十章第十七节 雅各书二章十七至十八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使徒行传十四章八至十节 一年读经计划 加勒太书六章一至十八节 以赛亚书九至十章 两年读经计划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至二十五节 耶利米书四十章 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城市 地区 教会 只要你有心将神的福音传到地底 我们欢迎你 与我们一起合作 在二十四小时内 用话语的实际 以所有已知的语言和方言 带上帝的爱和信息到你所在的地方 充满整个世界 你可以通过四种方式 为这个活动做好准备 第一 赞助话语的实际 第二 参与祷告 第三 招募赞助者 第四 在你的城市分发话语的实际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们一起祷告 请扫描以下的二维码 通过Zoom连线 我们将每周一晚上九点半 为这个活动祷告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